听总好 我发现非常有意思 如果你去这个网络上主动的搜索 比如说YY平台上那些红主播的话 你会发现它自动生成的搜索词当中 都会有这样的这个词语说 谁谁谁一个月挣多少钱 是 你发现你普通输一个明星的时候 这个可能不会成为前几条的搜索词 因为大家对明星收多少钱有距离感 但是就像大家去关注天友一样 大家觉得红主播挣多少钱 是跟自己有关联的 也许这就是我的明天我的未来 所以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比如说假定这个YY平台 如果一年真的按照财报说 收了八十个亿的话 有多少是可以分给主播的 这个数字会非常的简单干脆 那么在八十亿的全年收入中 我们分给主播的钱超过了三十个亿 哇 那很大的一个比例吧 对 这个算总是很大 所以我们更关心的是 每一个人 比如说月收入可以超过三千的能有多少 超过三千月收入的数字是十万名 哇 十万人稳定的超过三千吗 我现在理解坊间的一个传说 坊间有一个说法 说YY做直播把自己做成了一个富士康 非常良性的这样的一个 像是一个人才的培养基地 又是一个人才的工厂 所以呢 特别感谢YY 然后给那么多的年轻人带来了新的就业选择 我们以后不再是说非得要去到哪里逼简历啊 获得offer啊 或者是自己创业等等等等 其实你有一部手机在家里就可以获得就业机会 我告诉你这是真的 因为去年的时候有一个数字我还蛮吃惊的 是人民网在应届的大学生当中做了一个调查 结果有8.6%数字不小的 8.6%的应届大学毕业生说 愿意未来的职业是要当主播或者网红 而且是自由自在的一个工作 好的我们再次通过李婷来谢谢YY Life所有的工作人员 辛苦了再过去一年 谢谢